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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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其實很想要來到這個世上 請就給他一個機會來到這個世上 根據統計 原每600名新生兒 就會有一位純惡劣患者 尤希就是其中一個寶寶 差不多是三個月的時候 產檢的時候那醫生就說 你寶寶好像有一次純惡劣 他那時候也有說 純惡劣其實是可以修復的 他說以台灣醫療基礎其實是非常好的 我自己上午茶之後覺得說 其實寶寶只要開幾次手術 就可以用得非常完美了 所以那時候就決定說要把他生下來 當時的心情就是會很自責吧 然後會覺得說 我很怕他長大之後 會回過頭來問我說 我怎麼會這樣 但是哥哥卻是很健康這樣 但後來爸爸就是有一隻 找網路上的一些 就是真的恢復的案例 我就覺得好像沒有到那麼早 後來才慢慢的有點失懷 但其實還是會 不時之間會一直想到我一些事情 我們上次的手術就是到現在 他你在照顧當中有沒有哪邊 會碰到什麼樣的困難 手術完後 每兩個小時要師傅一次 那階段比較辛苦一點 爸爸媽媽做了許多功課 主動找上盧慧夫盧炎基金會諮 跟在臉書上與其他案例的家庭交流 最後順利迎接二寶有息 雖然孩子是先天乳炎患者 但照顧起來他們覺得 其實和大寶差異不大 甚至夫妻倆覺得 不該因為妹妹這樣 就把所有重心只放在她身上 她比較容易硬來 然後就會 就是可能要拍個拍多一點 然後她容易長期 不代表說是因為成惡劣的關係 可能只是因為她體質的關係 就是一般寶寶也會有這樣的狀況 你要抱妹妹嗎 你要抱妹妹啊 那你抱 其實他們的歲數很相近 如果說我們 全部視線都在小的身 妹妹身上的話 哥哥可能會吃醋 就是要顧及她的心情 我就有跟她直接跟她講說 妹妹BB痛痛喔 痛痛這邊痛痛 所以才會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妹妹BB BB 她會自己大概講一下 但她不會說就是 有什麼反應 應該再大一點 如果她問到她嘴唇的話 其實就跟她說就是 其實 你會很想趕快來到 爸爸媽媽的身邊 當神要幫你組裝的時候 少了一個零件 剛好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幫她 把這個零件找回來 把她組裝回去 他們 只要是 快快樂樂開開心心吧 我覺得比較重要啊 其實她如果外面 聽到任何不好聽的 或不開心的 第一時間都要告訴我們這樣子 對 會跟她們說 就是 不用去想別人 說你怎樣 那就是 做自己最重要 當然就是 被外面欺負要跟爸爸媽媽說 對 不要自己憋住 媽媽不用擔心 孩子目前看起來很OK喔 以我們所看得到的 產檢時 父母最渴望聽到的 就是醫師說 孩子很好很健康喔 但有時也會出現 像又西這樣的情況 普遍媽媽都會把錯 怪在自己身上 更不解 到底是基因 或是哪個環節出錯了 這跟民俗那些當然是無關 跟剪刀那些 純熱烈的成因 大概就是早期在發育的時候 它沒有做一個完整的閉合 然後沒有閉合成功的話 它就會 產生一個缺陷在那裡 那這個的話呢 跟母親的飲食 父親的飲食等等是無關的 它就是有一定的比例會發生這樣子 那有些研究說 有跟某些基因有相關 可是那也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呢遇到的話 我們通常都會 讓父母親不要太自責 因為大部分都不是你們的問題 跟高齡無關 在發育上構造上的問題 一年來說大概十多個 可能大概平均一個月 可能有一個左右 我們有確切的重計數字 但是不會很罕見 如果是純熱烈的話 我們一般在做草影婆婆 可能最早有機會 可能在十四十五週的時候做到 但是因為那時候週數還很小 通常不是很敢確認 會到比較確認的話 可能會接近大概二十週 那個時候你還可以去區分 它是純烈咧 是雙色單色 還是有沒有烈到上面去 惡烈上去這樣子 但是因為這幾年 我們乳研做得非常好 這幾十年來 所以在台灣如果說 你沒有染色體的問題 或是基因晶片的問題的話 我們大概都是留下來的 那這些孩子會經過整體外科的照顧 出生之後就會有經過基礎階段的手術 台灣每年 約有三百到四百名的乳研患者出生 幾乎都有過佑熙父母這段心路歷程 但回想這一切 佑熙父母沒有後悔過 甚至爸爸還請了育嬰假 當起家庭主夫 希望透過他們的分享 鼓勵到其他家庭 他們也會覺得說 男生一定要去上班 不然就是會覺得 對這個男生的職位跟感官不好 就是我的生活就 根本就不幹他們的事情 對 所以就聽聽 然後也是笑笑就好 對 也不會特別去多想什麼 其實我是想跟這些爸媽說 其實你們真的不用擔心 因為你要很清醒你生在台灣 台灣的醫療水準 算是前幾名吧 台灣還有健保 所以其實你生下純而裂寶 如果說他今天沒有任何的狀況發生 就單純只是純而裂 其實你就可以讓他生下來 只是你開刀之後的 那一兩個禮拜的招呼 會比較辛苦一點點 那其他跟正常的寶寶都一模一樣 我是希望大家就是 寶寶其實很想要來到這個世上 其實就給他一個機會來到這個世上 但是也是要另外一半跟你支持下去 不然你會一個人也是會 精神跟身體上都會非常的疲憊 就是兩個都要互相的溝通跟支持